而颱风过后有很多民众要上山进行管线巡视及整理 因为在偏远的山区和部落是没有设置自来水管线系统的 居民必须仰赖山泉水提供的水源 因此他们必须进行灾后环境清洗和生活使用的灌洗水源 颱风过后经常听到居民必须上山进行山泉水管线的巡视 因为在偏远的山区地处高原 无自来水可以到达居民就只能饮用山泉水使用 而供水的情形时常受到天后的影响导致供水不稳定 除了村庄的简易自来水之外 四次接的大概有相近五十户左右 有四、五十户有 四五十户喔 对 四次接的 大部分是在附近的供料 接到村庄的话 数户比较少一点 在山区这十几户的居民自行架设的水管老旧易漏 供水不穩定等問題 因為沒有自來水的管線到達 所以也就習慣了自行架設 山泉水的管線來使用 沒有自來水 我們接我們山水比較方便 是以前就這樣嗎 以前從島到現在 以前老人家交代到現在都不一樣 自己找源頭自己接比較方便 因為山邊供料都沒有自來水 而且山泉的水脈會移動 當水脈移動時或是遇到枯水期 勢必就要重新架設水線 而這些都是山區居民 必須隨時進行山區管線檢查的原因 記者臨結秀林鄉採訪報導